一花一时节,一夜一如癌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孤独是生命的常态 每个人都曾单枪匹马的战斗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段留言 独自生活的久了 我发现原来孤独才是生命的 原以为生活是热闹和温暖的 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是非之后 也渐渐明白 一个人行走在这喧嚣城市 如影随形的只有摆脱不了的疲惫和无助 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的确,身处无人理解的孤独中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不得不遭受生命的锤炼 历经无数个风吹雨打的时刻 也许你正在外独自打拼 每天下班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没有一盏为自己亮的城市 没有来的感到一阵心酸 也许你逢迎的是喧嚣的人群中 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然而内心的苦闷和心酸无人能懂 身上的担子和负累无人相助 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 面对接踵而来的压力 你很想找个依靠 很想有人能在你身后呐喊鼓励 可身边却空无一人 这便是人生最无奈的地方 活着难免会经历被误解 被侵蚀 被抛弃 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能够时时刻刻陪着你 所以很多无法言说的苦处 只能由你一个人慢慢消化 很多无法避免的无奈 只能你一个人独自熬过去 然而就如一句话所说的 孤独可以代表一种状态 但它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心境 尽管人生很孤独 但人生不能被孤独支配 当你身边无人陪伴的时候 也要学会善待自己 好好享受这段一个人的旅程 这样你才能在孤独产生的时候 多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勇气 有一部短片 记录了二十位受访者 一个人吃饭做饭的情景 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独自吃饭时 往往敷衍了是形单也知 但影片里的人 即便是一个人吃饭 吃着很简单的食物 也没有随便喝酱酒 而是细细的品味嘴里的食物 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现实中 不仅限于吃饭 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因如此 当你孤独的时候 或许很累很苦 但不要敷衍的自暴自尽 在幸福缺席的时候 始终记得善待自己 如果你感到悲伤难过 不妨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人间虽苦 可厨房里的人间烟火 依旧能够带来一种温暖与踏实 如果你负重前行了太久 一定要停下来歇歇 身体是自己的 如果连你都不珍惜 还指望谁来心疼 余生很长 孤独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哪怕没人陪伴身旁 一个人也要记得 把自己照顾好 人生就是一场孤独的原型 生命中 不会有那么一个人 会从你生命的起点 一直伴你到生命的终点 越成长越孤独 我们必须学会承受这一切 孤独并不妨碍我们去爱自己 只有自爱 方可得到别人的爱 一 真正孤独的人 内心是热情的 孤独不是孤僻 孤僻是独来独往 不善与人交流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样的人 往往容易得抑郁症 这也是现在人 想不开的原因 觉得世界没有爱 只剩他一个 不合群是表面的孤独 合群了才是内心的孤独 孤独的人 往往内心是热情的 左家刘童写过一本书 你的孤独 虽败又荣 书中描述的 都是他从事工作以来的经历 从惧怕孤独 到忍受孤独 最后享受孤独 当你能够坦然面对 一路上来 所经历的孤独时候 往往这时 你才会有安全感 因为你不害怕 也不彷徨了 这个时候的你 自己就已经磨练成 最强的了 你会在遇到困难时 处之泰然 在人际交往时 游刃游鱼 这个时候的你 是最阳光的 不难发现 很多成功的人 都是内心孤独 而戴神热情 小学课本上 一篇文章 就是在介绍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小时候 不幸 因为一场大病 导致他看不见 也听不见 虽然他不能和同龄人一样 能够正常的 去学校上课 和出去玩耍 不能看到 五彩斑斓的世界 但是他却表现得 很坚强 乐观向上 最终成就了自己 成为一位 著名的女作家 其代表作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给了世人很大的启发 二 孤独是成功的一击两药 孤独是全世界 是所有人 是一切历史 是你终将学会的相处方式 在没有周围事物 纷扰的时候 那就是你自己 一个人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 你可以尽情地 发挥自己 展示自己 作家刘彤 在书中写到 自己刚毕业的时候 暗无天日 内心孤独 每天游走在电视传媒中 五年之后 又选择了北漂 临近三十岁 小又成就 但是慢慢地 适应了这种孤独 也正是因为 经历了阶段性孤独 熬过了恐慌 害怕 才让自己 最终成为了 自己想要的样子 笑看亭前花开花落 静观天边 云卷云竖 在夜深的时候 就会去思量 自己的方向和座位 距离自己的梦想 还有多远 如果你总是 流连于灯红酒绿 人山人海 又怎么会有时间和精力 去争取自己想要的 当你仅仅满足于 别人给的 而当你 有一天失去了这些 就只剩你自己 那才是孤独 三 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 要习惯一个人独行 想的太多 不如做得多 在孤独的夜里 给自己 披一件坚硬的盔甲 做人 总会有遇到 不如意的时候 这些不如意 有些是受到委屈 有些是受到挫折和打击 还有些 是来自自己 内心深处的苦闷等等 这些不如意 会让我们感到孤独 感到寂寞 有时候 甚至会感到 我们的身边 突然就没有了一个 知心的人 于是 我们就开始 一个人独行 但是 走着走着 渐渐的 我们就习惯了 一个人独行 习惯了 在一个人的寂寞中 细细品味 人生的滋味 比如 当我们受人误解的时候 我们要习惯 一个人独行 一个人活着 总会有人 受人误解的时候 有时候 我们明明是 好心好意的帮人做事 结果 却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于是 我们感到苦闷 感到失望 而更可悲的时候 我们受误解的时候 往往也是我们 百口莫辩的时候 有时候 即使我们说了 再多的解释 也都是徒劳 这时候 我们不妨 闭上我们的嘴巴 我们不妨 转个方向 去找一条寂寞的小路 去徜徉 去寻找 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景 也许 这一条小路 弯弯曲曲 但是 却能放松 我们的心情 也许 这一条小路 路边 开满了 小小的野花 但是 这些小花 却足以为封城 那么 好吧 就让我们一个人独行吧 就让我 一个人在独行的路上 寻找 慰藉我们自己的方式吧 比如 当我们受到挫折打击的时候 我们要习惯一个人独行 人的一生 难免会遇到挫折打击 一个人受到挫折打击的时候 往往就是我们落魄和失忆的时候 这时候 也许 从今和我们要好的朋友 都回避而去 这时候 也许我们的某些亲人 也会害怕和我们接触 这时候 也许 我们的身边 会显得寂寥而孤寂 那么 好吧 就让我们学会 一个人独行吧 当我们遇到挫折打击的时候 当我们跌倒 无人扶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会 一个人咬紧牙关 慢慢地站起来 然后扶着墙壁 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进属于自己人生的 风风雨雨之中 当我们习惯了一个人独行 我们就会慢慢地走出困境 总有一天 我们会引来属于自己人生的 迎春花开 再比如 当我们情感失忆的时候 我们要习惯一个人独行 在我们的一生中 我们还可能遇到自己情感失忆 当两个人有缘走到一起 却突然因为某些事情 而造成有缘无分的结果 从此 两个人越走越远 从此 两个人的世界越来越平行 在这样的孤独中 我们难免会感到痛苦 感到失忆 内心深处感到痛苦和折磨 但 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爱情的酸甜苦辣咸 我们只有学会承受 学会并习惯一个人独自行走 也许 当我们品味了情感的痛苦 我们才能更加珍惜爱情的美丽 也许 我们习惯了人生的悲欢临合 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体验到 花开花谢的阵地 而这 其实就是独行人生的最大意义 夜幕降临 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 让自己的内心回归心灵深处 放空自己 做回自己 最后 提升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母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看发生期待